我们暗星界三大星域的核心行秋 分别是金行圣星 黑雁圣星 白玄圣星 除了这三大圣星外 还有这颗试炼圣星 从这儿 可以传送到各等级的试炼暗星上 听说试炼暗星上 聚集着暗星界一半多的高手 此处作为 唯一的中转星球 繁华程度 怕是要超过另外三颗圣星吧 不错 你看那边的酒楼 左边十八座为王级酒楼 分别从一星王级到十八星王级 右边十八座为帝级酒楼 同样从一星帝级到十八星帝级 三十六座酒楼里接待的 都是参加试炼的高手 流星兄弟 你可直接选择相应等级的星球去试炼 身份星钻能证明你的实力 第一次参加试炼出示它即可 等你通过试炼后 便会被授予一块相关等级的令牌 若有要警示 温风兄只管去处理 是有些事 可你出来乍到 我也实在不放心 无碍 我一人足以应付 只是 温风兄可否给我一份暗星计的地图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实在是有任务在身 流星兄弟多保重 期待我能在金行圣星上再见到你 一定会的 保重 就没想到 哎呃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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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这个级别的高手 不是都选择去十八星地级的酒楼入住吗 哎呀 了不得呀 真是年轻有为 没有黑雁宗的热力 没有白玄宗的寒气 肯定是金行宗一脉 至乔长老都亲自出来迎接了 这实力恐怕高得可怕 这位道友敢问尊姓大名 刘兴 凡请长老将我传送去试炼 刘兴大人 您现在就要去吗 请问要去往多少级试炼 肌肉欠缺了一些 就去十五星地级试炼安心吧 真的吗 之前唯一一个去往十五星地级的猛龙大人 那可是家喻户晓的高手 刘兴 谁听过 未曾经问 虽然我能感知到他是个高手 但是如此夸大 怕只是哗众取宠嘛 刘兴大人 确定是十五星地级试炼暗星 有劳长老 还请大人将上一关通关令派给我 我这边替您开启通道 我此前未曾参加过试炼 一直在心计苦修 不过 我知道凭这个 也可进入暗星试炼 当然可以 大人 一路小心 哼 传送到暗星时最好双手双腿撑着地面 否则引力太恐怖可能会让你筋骨粉碎 你狠有胆破吗 还能起来吗 这里有金属性能量吗 应该是暗星界前辈为了后来者准备好的一些转换阵法 你狠有胆破吗 快乐 到一定 horser альным ertain是 去吧 他不愿意 鹑线 真是 什么 你 都了 你的手 芋頭 这么快就适应了这十五星地级 这很难吗 一年内就能站立 而且丝毫无损 我准备往更深出去 你呢 这星球重力不均 何苦在此处 我的筋骨还无法长时间承受战力 无法前往 好久没有感受过 这种极限的状态了 不过此刻 我已基本能够承受此处的隐蔽了 这星球竟然可以吸收灵魂之力 这颗星球倒是很小 不过 那重力最大处 仿佛有什么东西 源头在下面 这么大的重力无法威胁 只好爬下去了 只好爬下去了 此处的重力 固然比传送法阵周围大声许多 不过 怎么越来越冷了 就是那东西 此处寒气如此之中 竟然让我无法承受 此处温度这么低 应该赶得上 闭眼寒气的威力了 我若以神火护身 或许能接近 还差一些距离 此地已算得上灵魂寒气了 怕是中平神气也会被动力 那水潭到底是什么 温度竟然比冰魂寒气还低 这仙魁力的惊人程度 我现在的身体强悍得多 应能承受得出 身体虽坚韧 却并无我的力量 难以承受重力 乌兰先生 你可知前方是何物 这应该是一元重水 是和神火一个层次的寒性液体能量 此物非常稀少 当年我在神界也只见过一次 那是弥神殿的主人 在用它锻造神器 乌兰先生 弥神殿的主人 竟能用一元重水来练气 弥神殿的主人 在神界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当然 他没有你兰叔厉害 你怎么知道没兰叔厉害 这还用问 看江兰界就知道了 弥神殿主人若能赶上兰叔 他从神界来到仙魔妖界 就不会那么麻烦 弥神殿主人若如此厉害 丽儿他肯定也是在神界没错了 丽儿 等着我 乌兰先生 你有把握将这一元重水弄出来吗 这一元重水太寒冷了 一般储存戒指根本受不了 就连中品神器都扛不住 又不可用内力强取 不然会被侵蚀 只能用双手试一试 方才我屡次尝试 才艰难前进一点 乌兰先生 竟完全不受此处重力影响 秦宇 我感觉那坛底尚有其他神秘之物 所发出的寒气威力 甚至超过一元重水本身 就算是我 也无法取出那底下的东西 即使尚品神器 恐怕也承受不住 如此说来 就没有办法了吗 你想想 这东西一直存在此处 暗星界的三大君主 不可能不知道 这说明他们也没法子弄走这东西 恐怕只有储存空间 才能收取那东西 储存空间 你的江兰戒 江兰戒 它不是空间神器吗 神器 你也太瞧不起江兰戒了 你想想 龙族的传承之宝 彭族的传承之宝 哪个不比上品神器还厉害 可你这江兰戒 却是我出生到现在见过的 最珍贵的宝物了 江兰戒的空间 可不像储物戒指那般没有升级 而是一个近似于宇宙的高级空间 所以 只要你能靠近寒潭 便能收取那潭中之物 那要多少时 那东西你在仙魔妖戒也用不了 又何必给予一时 仙魔妖戒能够击败我的人 怕是不多了 为了早日能去到神界寻找丽儿 我时刻都能努力啊 我明白了 多谢乌兰先生 好好努力吧 秦宇 你最好习惯在强大的压力下活动 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 让我回江兰戒吧 嗯 如此说来 恐怕只有等我到十七星地级的实力 才能尝试取出了 这里的条件刚好适合修炼 寒乐重力 三年过去了 目前的重力已不足为虑 只是这寒淡 对了 暗星好像有什么重力秘法 就 重力尽致 果然 只需要在这一颗暗星上修炼 然后靠重力尽致不断增加重力就可以了 继续 四倍重力尽致 你居然能在这里奔跑自如了 你也可以的 相信自己 我百年才能如此 遇见万年正常跑步 十万年浮重 可他 可他 这才多久啊 又犯了 你重褚撺尽致 尽我埋伏 不後退 亡順悔 驕傲的傷 今一路漫長 勇敢的人無知黑暗 靈魂金丹 伴隨著秦與靈魂競技的大人們 他的星辰空間體積 也比上次要大得多 調動的威力也比現在的九轉盡力和金之力更強 劉星雷 孩子 我左秋梅一生沒有收過弟子 你便算是我第一個弟子 武蘭先生 這都兩萬多年了 大哥這次修煉時間也太長了吧 我跟雜貓鳥信念傳音給他也沒有任何反應 信念傳音都沒反應 說明秦宇進入了一種深層次的修煉 連意識也完全沉浸其中了 這種修煉可遇不可求 你倆最好別去大叫他 我還希望他這麼多修煉個幾萬年呢 這左秋梅到底是何人 對於中空間的感悟如此驚人 三千年 我領悟的不過十之一二 卻讓我比過去強上十倍百倍 溫風兄說過 在這十五星地級暗星的重力 除非十八星地級強者 才有可能懸浮 可我現在感覺 這純粹的引力 哪怕再增加十倍 對我也是沒有用了 法則 才是最基本最強大的力量 這簡簡單單的意識 威力卻比破天神劍還大上十倍 不愧是法則之力 三千年過去了 菲菲他們在江蘭界 已修煉三萬年了 大哥 要不是我和雜貓鳥強行壓制 功力早就跟靈魂一樣 達到九級妖地 此時怕是已經飛升神劍了 聽說我無須已是九級妖地 野區也快到九級了 哼 我們經常釋法 敖虎屈曾說我的黑羽戰甲 防禦力 近近上品神器戰役 再加上身法速度 和幾支吹雲槍 整個仙魔妖界 沒幾人能勝過我 大哥小心了 禮物法則之力的同時 我已將九轉安晶身 修煉到了第九層 如今 全身堪比上品神器 你們要傷我也難了 過癮過癮 再來再來 不可能 不可能 大哥 你的躲閃也太離譜了吧 哼 不止躲閃 看看我的驚天棍法 飛飛小黑 你們果然身發亮的 再看著驚天三棍 啊 啊 齁齁齁 大哥施展的驚天三棍 比你施展起來還要輕鬆 而且威力大得多啊 呃 大哥 我自認已完全領悟了驚天三棍 是說的威力極大 就是上品神器也扛不住 如今的實力 絕不比大元皇差 嗯 你這個 怎麼夠厲害 這還沒完呢 你再看這個 驚天一棍 驚天一棍 大哥大哥 都已經入道 只是 一道如萬道 嗯 只要對宇宙空間領悟足夠 甚至 可以讓某一處的空間碎裂 這 便是大道的威力 大哥 別說什麼大道了 我們靈魂境界也就九級妖帝 你指望我們能夠領悟多少呢 不急 來日方長 走 大哥 以你如今的實力 單單對空間的領悟 已然縱行仙魔妖界 無人能敵了 難說 此刻 我若與那彭魔皇交手 單單靠我對空間的領悟 應該就能讓彭魔皇的速度大減 甚至於 讓這個仙魔妖界速度第一人 變成妖界三皇中速度最慢的一個 你們記著 法則上的領悟非常重要 當兩個空間領悟相當的人對殺時 還是要看最原始的實力 所以 無論什麼時候 千萬不要輕敵 仙魔妖界 到哪裡去找 這麼多領悟空間法則的高手啊 話說回來 大哥 你這次回來 就是為了告訴我跟雜貓鳥 你掌握了法則之力 我這次回來 是有要事的 大哥 難道是 嗯 嗯 試試能不能開啟 江蘭界第二層 好